3月31日 何家欢喜剧 外公方林38日前在北京举行亲子鉴定定档发布会 祝愿佟大为 陈妍希 何小童星 吕云聪 全阵容亮相 发布会上还首度曝光了一款先导预告片和一组黑板板海报 揭秘祖孙三代报效温馨的同居生活 作为一场亲子鉴定发布会 现场自然少不了任子环节 这不 就在活动一开始 陈妍希便勇闯发布会现场巡赋 作为男主的佟大为 先是否认 不过陈妍希有备而来 携亲子鉴定证明 通大为只好 无奈任女 北京小三八一八一一医学检验中心基因鉴定所DNA检验报告书上面写了 何志武与唐慧如不是直系亲属的关系的几率是 百分之零 就是正了吧 他好像一脸都不乐意 一脸都不甘愿 就已经没有辨解的余地了 这还怎么辨解啊 这都是有医学的数据在这说话 有人证 有物证 对 现在都想拿数据说话 就这个验造了假 此次在电影里 佟大为一心想要上头条 陈妍希一心想要认父亲 吕云聪一心想要泡女神 然而现场被问及三位主创愿望 五岁的吕云聪则语出惊人 想要参加妈妈陈妍希的婚礼当小花童 此话一出立刻得到外公佟大为的力挺 而佟大为也表示自己是送婚送子小达人 我想参加他们的婚礼当小花童 这个妈妈吗 我觉得我好像这个时候不适合说什么 人家说他的想法 说他要做的事情 你要反馈他 你到时候是不是要请他去 妈妈没叫你这么讲话 人家也好大啊 快七岁了 都会追女孩 欢迎大家来看外公佟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婚礼 好 库六娱乐北京报道